月娥 Las 張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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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 我們的整堂藝術課已經漸漸地快到尾聲了 所以就越交越快樂這樣 好,那你們的快樂會比我稍微再晚一個禮拜而已 所以大家趁著點,我們就快學完了 所以上次其實我們學了兩個積分 然後怎麼算 所以稍微 revise 大家的 memory a little bit 首先我們第一個學到的是這樣的一個積分 那通常會在負變裡面算出來的積分 其實它 這整個 parameter 都會有值域喔 所以這一個積分 你要計算的方法 基本上 是把它畫在單位圓上面 所以這是第一個積分 那我們算了另外一個積分 這個積分是等於積分 1加上 x 平方分之 多少呢 這麼簡單 dx 然後從負線大計到正五線大 所以這個如果是小圓餅的話 這是半個 pi 好 你可以取上半平面去積 你可以取上半平面去積 你也可以取下半平面去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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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結果是當時都是一樣的 那不要忘記了 如果你逆時針機的時候 像這個是逆時針機 如果你是逆時針機的話 你得到的是2pi i times residue OK at whatever z zero 如果你是順時針機的話 of course 你會得到負的2pi i times residue 所以整個的精神是 像最後就變成是 你可以把一個積分 然後就劃成負數的形式 然後就只要算 residue 就好 那我們上次其實已經有教過大家 一個簡單的 simple pour residue 怎麼算 所以當如果今天你有個 simple pour的時候 simple pour的意思就是 你在那一點做Lauren Expansion的話 事實上它最singular 就是1 over z minus z zero 所以你最後發現呢 它有這樣一個好用的東西 就是你只要把整個函數乘上 z減到z zero 基本上這一整個成績之後 就變成regular function 那它變成regular function 它在展開器的第一項事實上就是什麼 就是b1 所以這個出來事實上 就是residue z zero 這個不是residue的定義 我再講一次 residue的定義是從Lauren Series來的 這個是算residue的辦法 so this is not definition it is a method how you can compute the residue and it only works for simple pour 所以我們今天會繼續講下去 就是in general 你怎麼去算 那其實在這邊的話呢 最簡單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一直舉例子就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再算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這一個東西 i 事實上是等於積分 從負無線大 即到正五線大 exponential a x 那再來的話呢 是1加上exponential x dx ok 所以如果這個積分要收斂的話 事實上 它會要求這一個a喔 事實上是大於0 小於1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a必須要大於0 小於1 這個事實上是conversion problem 所以你會發現 當x趨近負無線大的時候 當x趨近負無線大的時候 這一個東西事實上是多少 你的f of x 它是等於 1加上exponential x exponential ax 它基本上呢 分母這個負無線大 其實就是0 所以它是1 1加0就是0 所以它基本上 其實就是exponential 負的a在乘上無線大 所以只要a是大於0的話 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逼近0 所以只要a大於0的話 就是a大於0的這個條件 事實上是insure 這個integral 在負無線大的地方 事實上會收斂 on the other hand 當x必須正無線大的時候 f of x 事實上是等於 1加上exponential x exponential ax 它會逼近什麼呢 當x非常大的時候 它遠遠遠大於1 所以你就不用管它 所以你把兩個 弄在一起之後 它就變成exponential 負的1-a在乘上x ok 那所以如果a是小於1的話 這是正數 負的正數 然後這畢竟無線大 所以它還是0 所以事實上呢 a小於1 是為了在正無線大的convergence 所以你現在就知道 為什麼a要介於0跟1之間 好 這一個條件呢 是insure convergence convergence at x goes to minus infinity ok 反過來的 這一個條件呢 是convergence at x goes to plus infinity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一個 修煉的問題 好 那再來的話 那我們怎麼算 那像這一類的話 其實它整個變形 並不是到特別困難 因為它從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想 這種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個 只要知道派餅就好了這樣 ok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就這樣好了 然後就這樣把它繞一下 就是繞這種半圈這樣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有包到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那你的fz的取法呢 就是等於 1加上 exponential z exponential az ok 那很不幸的是這個取法 這整個work 原因很簡單 原因是因為這個ark的貢獻有沒有 並不是零 所以你這樣的取法 不是錯 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在complex analysis 那在負辯裡面 沒有錯的取法 就跟你的人生大部分的決定是一樣的 除非你去燒殺乳獵搶別人這樣 你人生大部分的決定其實沒有沒有對錯這樣 這是沒有用而已這樣 ok 就好像說如果你今天決定 你要起床好冷 你覺得你在宿舍一直睡覺 其實並沒有錯啊 他只是沒有用而已 或者是說他 他對於讓你不及格很有用 你知道 如果 你可以想得很開的話 所以這個 並不是錯 而是這個是 useless ok 所以在這邊你要怎麼去想到說 那我怎麼樣可以想出好的辦法出來 其實你要稍稍先去看一下 你的fz有沒有 這一條是對的 你只不知道怎麼close它而已 所以如果你們有去過義大利 你就知道 那個pizza有個人用的 有大家用的 pizza還有什麼 還有宴會專用的 是做成長條型的 整個桌子都是pizza 那種四方型的 所以事實上呢 在這個case裡面 我們真正要取的 是像這一類型的 contour ok so it's actually pretty cute 那我們現在就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取像 紅色這樣的一個contour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fz 它的singularity 的分析是什麼 好不好 所以fz有哪些singularity 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上跟下 那上面其實是一個anatic function 所以你只要看下面 這個東西就好了 不要忘記 exponential az 無論z是多少 它都不會等於0這樣 好 那1加exponential z 如果等於0的話 它告訴你什麼事呢 它告訴你 這個什麼時候會等於-1 基本上這個事實上就是-1這樣 -1事實上就是什麼 exponential i乘上2n加1π ok 那n是正1的整數 所以你就稍對一下 你就發現了第一個非常重要的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z事實上是等於2n加1π 那其實我們知道 exponential z其實在 為什麼我有寫到 我忘了寫上去了 有個i 所以z事實上是等於2n加1πi 那這個東西 你把它帶進去 你知道exponential如果帶i進去 它其實只是sinusoidal function 那你以前學過sine跟cosine的特性 現在就可以pay off了 sine跟cosine的0點都是什麼 sine跟cosine有二接0點嗎 沒有嗎 二接0點的意思就是 它是切線是0這樣 sine跟cosine都是很快樂的 用一個finite的斜率切過0點 ok 那如果它是一個simple0 你把它反過來取的話 它其實就只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simple pause 所以你從sine跟cosine 它是這樣震盪的特性 你就知道它 當你把它倒過來除之後 這上面的每一點 ok 最後會給你的 其實就是simple pause 好 那你一旦知道這是simple pause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它基本上其實就是 第一個就是pi i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3pi i 然後再來是5pi i and so on and so forth 那在下面的話呢 就是-pi i 然後在這的話呢 會有個-3pi i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件非常可愛的事情 它有五線多個po 這就是為什麼你取黃色的線 就算你會算這樣 答案就在那裡 只是很難算 你想想看 你原來要算一個積分這樣 你現在把它弄成 變成是一個無窮極速的核 不見得會比較簡單 ok 不見得會比較簡單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非常的浮至心靈的想到了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 取這裡是0 然後這條穿過去的這一個呢 是什麼 是2pi i的地方 ok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東西 基本上在這裡的話 Z是等於x 在這裡的話呢 Z事實上是等於x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2pi i 好 你就取這兩個counter 然後這一邊呢 跟這一邊是在無限遠的地方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個函數在正無限大跟負無限大 因為a的選擇 它都是收斂的 所以你待會看到這一段 跟這一段的積分反而是0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看 這一個積分 如果今天 比如說把這個紅色整個框框 叫一個contour 叫c 然後這樣的fz dz的話 那因為我的取法是什麼 是逆時針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 就是pi 那一點的residue ok 所以這個是你第一個得到的結果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怎麼去化繭這個 可是這個counter 基本上分成四段 所以它有第一段 積分 是從負無限大 即到正無限大 然後呢 exponential ax 1加上exponential dx 再來的話呢 是這一段跟這一段 ok 所以 那我就 稍稍把他弦這樣 就好了 可是因為這個事實上 都是在 x等於正無限大 跟負無限大 所以其實他們的貢獻都是0 所以這一項 你自己可以回家 試著證明看看 它其實所有的值都是0 所以你不用管它 那最後的話呢 是逆著積回來 是從正無限大 即到負無限大 ok 那正無限大 即到負無限大 可以怎樣 可以把它寫成減的就好了 所以是減的 負無限大 即到正無限大 然後再來的話呢 因為你只是shift的一個constant 所以dx是一樣不需要動的 可是上面的 這個exponential z 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它就會多出來 它就會變成exponential a x e i ok 因為你是2pi i 所以就是2pi i 那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phase 是non-trivial 因為a介於0跟1之間 可是下面這個東西就有趣了 它還是exponential x 對不對 對 因為它會多一個phase 是exponential 2pi i exponential 2pi i是多少 是0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整個的trick是什麼 整個trick事實上就是 當你非常聰明取這個長條形的pizza的時候呢 這個積分是你要的 上面這個積分什麼 乘上一個phase之後也是你要的積分 上來是pretty beautiful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等於2pi i 再乘上 residue pi i ok 好 那就把這個畫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phase提出來 它基本上就是1- exponential i2pi a 這個東西 乘上你要的積分 那你要的積分我現在就寫i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呢 它就等於2pi i residue at z equal to pi i so the result now become rather simple 所以i就等於什麼呢 i就等於2pi i 1- exponential i乘上2pi a 再乘上residue z equal to pi i 好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在這邊同時再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說 parameter is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because a is positive and then less than 1 so you can actually look at the denominator it's 1-exponential i2pi a which is never 0 so that means that this trick works 如果今天呢 事實上 a等於0 或等於1的時候 那1減掉1i2pi a會是多少 會是0 所以你整個trick就 沒有用了 為什麼 因為你整個 你不用算你就知道 那個residue在那裡 剛好一定是0 然後a是1的時候 然後這兩個相乘是多少 這兩個相減就是0 所以0乘上你要的東西等於0 並不會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ok 所以這一個辦法 其實只有在積分收斂的時候才可以用 ok any questions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在piiz點的residue 你要怎麼算 那我們現在來教 另外一個 有趣的 也是simple4 的公式 你們還蠻常用到的 好 所以呢 其實會有另外一個非常 有趣的 是有算residue的方法 它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如果你今天 這邊有一個fz 它是等於什麼呢 它是等於一個 g of z 除以hz 然後當你這樣相處之後呢 就是 它有什麼特性 它的第一個特性是 g of z 0 ok 是不等於0的 那第二個是 h of z 0 當然是等於0 這是廢話 如果 g of z 0 跟h of z 0 都不等於0的話 那你把它做 它再開始就好了 那它的residue就是0 再來的話 是h' z 0 它是不等於0的 就當你有這三個條件的時候呢 基本上 你就知道 在z 0的地方 事實上是個什麼 所以它其實是個 simple pole 所以它其實在z 0 z 0的地方 有一個simple pole 那這個時候 你怎麼去出來 residue ok it turns out the residue at z 0 is extremely simple it's just this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 呃 值得了解 跟基礎的公式這樣 oops 可是不要忘記它成立的條件是什麼 它證明的方法呢 非常的簡單 只要一行而已 所以它證明的方法 其實就跟上次是一樣的 你的residue of z 0 事實上是等於limit 對不對 z 畢竟 z 0 z 減掉 z 0 乘上f of z 對不對 那f of z是什麼 g of z 除以h of z 那你知道現在的問題是在哪 現在的問題是 當z bz z 0 這是0 這也是0 0除以0 所以你要計算 可是這個0 可以直接帶進去這樣 所以這個極限呢 不是一行 是兩行 是z bz z 0 ok 然後z 減掉 z 0 除以hz 然後這個極限 後面這個東西就直接帶 g z 0 就好了 因為它不等於0 所以你可以直接帶進去 那以前應該學過極限 一元定律 對不對 la pitta rule la pitta rule 就是上面如果爆掉 下面也爆掉 你就圍一看 圍到它們兩個不爆為止 對不對 或者兩個不能圍為止 或者是如果上面是0 下面也是0 那就一直圍 一直圍 所以這是非常好用的極限 一元定律 就是你極限壞掉了 你就送去醫院修一下這樣 那pitta如果知道會不會把我揍別 所以呢 你就把上下都微分就好了 那上面微分是很trivial 上面微分是1 下面微分的話是h'z 好 那它不會0 所以你把它代入就好了 所以最後出來 這個東西就等於 g of z0 h'z0 ok 所以這是你們之前學過的 就是極限的算法 所以這個其實 事實上跟你用這個算法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不要忘記了 整個算是residute 這一個的精神是 因為fz是singular 所以你就先乘上一個函數 讓它變成不是singular 然後它就變成tile展開式 那所有東西都變得非常非常的好算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pi i怎麼算 所以你的f of z 事實上 是exponential az e加上exponential z 所以根據 剛才我們導了半天的公式 這個z等於pi i的residue 就等於 這個直接帶pi i進去 所以它是像是e i pi a 對不對 跟下面 對z微分之後 再帶pi i進去 which is also very simple 因為這個拿來微分之後 剩下多少 exponential z exponential z exponential z 再帶i pi進去 就是exponential i pi exponential i pi exponential i pi就等於 對吧 -1 所以它就是負的 exponential i pi a ok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整個積分 需要用到的residue 然後你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所以i就等於多少 i就等於 2pi i 除以1 p減掉exponential i 乘上2pi a 對不對 那再來這個是負號 所以是有個負號 再來的話是 1i pi a 然後你就把它倒除過來 上下同除 exponential i pi a 它就變成是 exponential -i pi a 減掉exponential i pi a 對不對 上面就變成是-2 pi i 可是你要看一下 這個減掉這個是多少 這個減掉這個基本上就等於 -2i sin i a 對不對 所以呢 -2i就跟-2i消掉了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got the result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最終就得到了 sine pi a 然後上面的話 就是pi pretty cute 所以這個其實是你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然後它完全吻合就是你當初想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整個積分的過程裡面 你可能發現i到處流來流去 然後所有的一堆有的沒有東西不能化解 不要擔心這樣 如果你沒算錯的話 該是時數的東西 它就是會是時數的 好 所以 contr in如果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事情 雖然就是recitive也是負數 你前面算出來factor也是負數 然後最後爆爆爆 然後前面還有個牌還沒消掉 結果反正就弄到最後它一定是時數 因為你原來的積分是時數 好 那有些時候你的積分不一定是時數的時候 你算出來如果不是時數的話 你不要很努力的想把它虛布或什麼什麼弄不掉 ok you basically just got what you get 然後當pi去進0或pi 當a去進0或a去進1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積分會怎樣 會爆掉 那這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我們上面其實有 我們之前有解釋過 這個積分在a等於0或a等於1事實上是不收斂 所以它是會爆掉 so that's great 所以你最後得到的事實上就是這一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結果 ok 好 and inspired by this formula 你現在應該其實開始就會很好奇 那如果今天 我碰到the case 在那裡的話 我不是碰到simple pour 我是碰到mth order pour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試著去generalize 我們算residue的辦法 假設如果今天在complex plane上面 某一點Z0 它其實事實上 是有個mth order的por 那這時候 你該怎麼辦 那你就看一下 什麼叫有mth order的por 有mth order的por 基本上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 在這個旁邊的這個柄 做lorine expansion的時候 它其實事實上 是有bm z-z0的m次方 加上bm-1 z-z0的m-1次方 ok 所以這個是lorine expansion告訴你的事情 就是說你整個series展開是長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它有mth order的por意思就是bm 事實上是不等於0 ok 那這個答案是這樣 可以是0的 不要忘記了 所以這一整坨 是我們所謂的singular part 那我們如果今天想要用它用tide展開式來算 而不是直接想要去算lorine lorine series裡面所有的係數實上是用一個contour integral去算 對不對 如果你很顯當然也可以這樣 我管理是幾個東西 反正我知道fz 你知道bm的公司是怎麼算啊 對不對 你把它寫到z-z0fz 然後就去積分 然後bububub 如果那個turns out to be an easier calculation 有時候會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算它就好了 大部分時候不是的 你要記得一個非常簡單的心法 大部分的時候 積分一定是什麼 比微分難 對不對 微分一定是什麼 比代數難 ok 那沒有比代數更簡單的東西了 很抱歉 所以呢 你如果可以把積分放成微分 微分放成代數的話 那就贏了這樣 所以呢 我們必須把這個東西 就說要整治一下 那你們客人寫的是非常數學家的方法 他說把這個東西整治成regular函數呢 你只要乘z-z0的n次方 然後n次大一點m就好 那可是整治過頭是蠻麻煩的 所以不要做這件事情這樣 齁 這個整治非常簡單的辦法是 它是m's order 你就乘上什麼 乘上m次方就好 如果你把它乘上m次方之後 它是不是就變得很簡單 這個東西是 假設我這樣整治完之後 g of z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一個解析函數 那它的第一項 常數項就是bm 那第二項呢 就是bm-1 z-掉z0 然後再來呢 如果你加上b1的時候 然後 它就是 z-掉z0的m-1次方 對不對 再來呢 是加上a0 z-掉z0的m次方 好 那它就變成是非常簡單的 泰勒展開式了 那你們以前學過泰勒展開式啊 一個函數 泰勒展開式的係數是什麼 很顯然的 現在b1其實是 gz那個函數 對不對 dm-1j的泰勒展開式 so from our good old friends from泰勒的expansion 從10的expansion呢 我們會知道 你就直接去比對一下 你知道b1 事實上 就是g 拿來怎樣 為m-1次 然後再帶z0進去 除以 m-1 接成 對不對 right 這應該很簡單吧 嗯 那就把這個稍後再寫一下 所以它事實上是m-1 接成分之1 然後呢 dm-1 d z的 m-1 那g of z的話 根據剛剛那個 它事實上是 z-掉z0 m次方 f 然後最後帶完之後呢 再把自己帶 z0進去 嗯 所以這是最general的公式 所以這是最general的公式 也就是對於一個m's order的pore而言 它的residue at that point at that point it's nothing but 1 over m-1 factorian 然後再來的話是 dm-1 dzm-1 dzm-1 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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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公式的東西才會有 比如說三階或四階的pore這樣 ok so that's the general formula for how to calculate the residues for M's order of the pole 所以你現在可以知道 如果一個東西在那裡 爆得越嚴重的話 你想要把那個 residue抓出來 其實就不太容易 那其实原因是非常简单 因为当这个函数 如果以非常高阶的m爆掉的时候 其实那个simple pole的爆掉点 等于是藏在这个什么 等于是你其实是去找一个 小炸弹的爆炸威力 in terms of一个原子弹或氢弹的威力 which is of course pretty difficult 所以你必须先把那些爆炸威力 更大的东西消弭掉 那这里的办法就是乘上 z-z0的m次方 然后呢在适当的微分 你才会得到你一样的习数 ok so that's a trick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现在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所有的公式 事实上算出来都只是微分而已 所以最难的是什么 在你整个算积分的过程里面 最难的第一件事 ok是判定singality在哪 再来的话是 它是哪一种singality and to 90% precision 如果你没有办法判定它是什么singality的话 除非是在考试了 你就猜它是simple pool 反正你会有九成以上的机会猜对就对了 记得一下人生知道怎么猜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后呢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argument principle it's actually pretty beautiful 希望今天中文可以有机会 时间我怎么过得这么快的 好恐怖哦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一个 复辨的原因非常非常漂亮 它非常漂亮的原因是因为 图画出来非常漂亮 的一个定理 那这个定理其实像跟你们学过的 ampere's law 有蛮大的关联性的 然后在拓谱上它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理好了 这个定理是如此之简单 这个定理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随便写contour 然后呢 上面是f'z 就是它的尾分 下面fz dz 这个积分完之后呢 就等于2pii 里面包含0点的number 减掉porn的number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argument principle argument就是angle的意思 它是 angle的骨质 OK so that's what we call argument principle 你们课本里面也有 那看来时间其实 不见得也有 不见得也有时间证明了 所以你看demo可能比这个来得更重要 所以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n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随便取一个contour 那它是f of z 在这个contour里面 这f of z可能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零点 如果是一阶零点 一阶零点就是穿过零像sine这种 二阶零点就是 比如说像parabolic 然后刚好在底部穿过去 那就是二阶零点 那以此类推 你可以看三阶零点四阶零点 所以这个假设都是零点 然后比如说 这个是 反正一阶二阶三阶四阶 你就把这些零点的number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那这个其实最后就是你的n 就你n总共有几点 那同样的这里面也会包掉一些什么 也会包掉一些por OK 那如果是simplepor就是count1 如果是 比如说 二阶的por就counts2 所以你把这里 所有的por的order 全部都要全部加在一起 它就等于p OK 然后最后这一个积分呢 f'除以fz 它就这么这么的简单 它就等于n减掉p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powerful的 一个定理这样 那这个定理事实上最简单最简单的 一个 怎么讲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定理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application是什么呢 你现在就取fz 等于z好了 OK 那 如果你今天随便举一个contour 把它包起来 那这个的话会给你什么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contour c z的微分是多少 是1 z本身是什么 是z dz 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 对不对 这是我们所谓积分的妈妈 不是吗 就是2πi 所以原来这个积分事实上是更简单的 argument principle里面有一个特例而已 好 因为在这里面呢 f'是z 它是个entire function 它是整个复数平面上都是可解析 虽然没有pull 它只有0点 它的0点在哪里 它0点就在这里 它是几接0点 还是1接0点 对不对 还是1接0点 所以 你算完这就多少 就是1这样 所以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算出来 它的0点事实上是1 它的pull是上是0 所以你这个答案算出来就长这样 那你当然说 哇 这个好像很好用 对 这真的超好用的 你即使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拿去骗人都很好用这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fz取作 z平方好了 那 这一个 argument principle会告诉你什么是 这个的微分是2z 对不对 然后自己的话是z平方 然后这是dz 然后这个东西就应该等于2pi 同样z平方是entire function 那它的0点 因为是2接0点 所以n是2 在0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它的pull是0 所以你知道n-p最后出来应该是2 OK 然后你就注意到这件可爱的事情 这个最后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2消掉了就对 把z消掉了 你会发现 这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答案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你可以这样一直乱取 z高线取 你就取 比如说你可以把z取作1 over z 它还是对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general 这一个argumentprinciple 最后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图形 是对的 你有没有没有可以按个是对的 没办法是对的 这一个图形 最后会给你 sein Tabacav 就是对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我的阁定 是对的 没有想念 叫我 大家可能要等一下下 它才會出來 有了 好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今天其實事實上 可以利用mathematica 去畫整個 函數的argument出來 所以我先解釋一下我在畫什麼 首先這是一個contour plot 那在contour plot上面呢 我畫向角 我不畫modulus 那你在這邊可以看到 你看 向角的 公式就是叫做 某一個東西就叫arg 那你大概就知道arg是怎麼來的 arg事實上就是argument 的縮寫這樣 所以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我把它取名叫 0 你可以看到那個藍色的 函數 它是 z 減掉 1加i 那這個函數的話 它在1加i的那一點 有一個0點 然後其他地方沒有 所以如果你把 向角畫出來的話呢 它就長這樣 你看這個是1 然後 這個是2 所以1加i在這裡 OK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向角是上次θ 那這邊要特別的請大家注意一下下 就是 另外一個函數 我是用1 over z 減掉 1 減掉i 所以它事實上是在 1加i的地方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pore 那一個0跟一個pore 如果你畫向角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有看出來它的差別是什麼 你看 Meta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功能這樣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向角在這裡其實 譬如說是多少 它其實接運字 復拍這樣 然後這裡是拍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branch card其實取在這 可是我用繪圖的技巧 讓拍跟復拍是同樣的函數 所以看起來就變成連續了 所以在這邊 向角事實上是0 然後同樣的如果是一個pore的話呢 它在這裡向角其實也是多少 也是0這樣 可是它是倒過來喔 你看它在下面的向角是正的 它是往下繞的 可是在這裡的話 它在下面的向角是負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同樣都是 一個是在上面 這是一個0點 這是一個pore 都是在1加i的地方 那你怎麼從這個argument的圖 去看出它向角怎麼變 其實很簡單 你就看一下 紅橙黃綠藍電子 在上面的0點 它是怎樣 它是逆時針轉的 那pore 是1 over z 所以如果嫌face 是1的-i θ 它是逆過來轉的 所以你去看一下 這個是紅橙黃綠藍電子 它是順時針轉的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一個0它對應到的是什麼 是逆時針轉的face 然後一個pore 它對應到的是什麼 它是順時針轉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 稍稍複雜一點點的函數 它就很漂亮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函數好了 這個函數呢 是有三個這樣的東西 它是z-2加i 所以它在2-i的地方 有一個0點 然後它在-2的地方 有個什麼 有個pore 它在z等於-i的地方 也有個simplepore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face畫出來 你就突然發現 這好像是電磁學這樣 有沒有看到 所以很可愛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是紅橙黃綠藍電子 它是順時針轉 它告訴你什麼 它告訴你這裡有個pore 那這裡有個pore 這個pore就是-2雷 所以就是-2的地方 同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是紅橙黃綠藍電子 它也是順時針轉 這個pore是什麼 這個pore 這裡是0 這是-1 所以這個是-i 然後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紅橙黃綠藍電子 它是逆時針轉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0點 那個0點是什麼 是2-i 所以這是一個0點 這是一個pore 這是一個pore 你可以用color code 直接把它弄出來 那你就算不知道背後 非常漂亮的 負面的 theorem跟所有的東西 你也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看起來像是 這裡有個什麼 有個二維的point charge 然後這兩個好像形成 diple moment被gauge住了 那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你如果從圖形來看 那個東西就變得 非常非常trivial 你看 這是你最後弄出來的 上面的圖跟下面的圖 唯一一個差別是 在這裡我是畫0到 -4 所以你可以看到細節 這裡的話我畫什麼 從-10到10 我就是稍稍遠一點來看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是一個0 這是一個pore 這是一個pore 所以對這個函數而言 它的n是1 它的p是多少 p是2 所以呢 整個弄在一起之後 n-p是多少 1-2 所以事實上變成 -2pi 所以意思是告訴你說 最後那個積分出來 是-2pi 那那是怎麼來的 其實那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如果你今天取一個contour 包住這三點 我們來看一下 face最後會繞多少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紅 橙 黃 綠 藍 電 紙 它就繞一圈 非常的簡單 非常非常的amazing 就是裡面這個所有的東西 自己就消失了 你事實上從遠一點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 雖然數據上你不會證明這樣 那 好了你會證明 我相信大家都會證明 我是沒時間講而已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變成這樣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更複雜的case 好不好 像是這個case 這個就更可愛了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在 在z等於-i的地方 它有個二階的零點 ok 然後在 2加i的地方 它有一個po 所以它就只有兩個奇怪的地方 可以你去看一下喔 它在-i的地方 它有個二階的零點 所以你現在仔細看一下 這個是紅 橙 黃 綠 藍 電 紙 繞一次 紅 橙 黃 綠 藍 電 紙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face繞什麼 如果你在零點附近繞 它就繞兩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裡有一坨紅 這裡有一坨紅 它是紅成黃 所以你知道這是一個二階的零點 這個是什麼 你看它是逆過來 紅 橙 黃 綠 藍 電子 它是逆著順時針繞 然後繞一圈 所以你知道這是一個simple pole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為什麼 我負面的講義的封面 是這個 ok 這是一個函數 然後你把它像圖畫出來 它就長這樣 所以事實上你只要知道像圖 你就可以知道這整個函數零點 跟pole的架構 that's actually remarkably really beautiful ok 那這個背後其實事實上可以講一整堂課 對 你看講一整堂課 對 good very good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為什麼那個serum會是對的 那為什麼那個serum會是對的 我們可以再給它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取一個contour ok 你取一個contour 包住這兩個點 不要忘記它一個是n等於2 一個是p等於1 所以你去看一下 當你把這兩點全部都包住之後 你去看一下外面向角的變化是什麼 變成是紅 橙 黃 綠 藍 電子 它就是繞一圈 而且是逆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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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這裡學到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事情是 它本來事實上好像是放出兩倍的東西 結果有一倍的東西被這個吸住了 所以最後兩個是長這樣 所以跟你們以前學的 就是說charge 或current 在遠處的時候 整個multiple expansion的所有幾何的特性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邊跟大家畫的這個圖 事實上 跟二維的電流的磁場有沒有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架構 也就是你二維的磁場 事實上 是可以用類似的一個方法 比如說 這個是流出來還是流進去 然後是兩倍 這是一倍 things like that OK 或者是呢 你今天在二維的charge 然後它也會有同樣的特性 所以負邊的函數 其實本身 是有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事情 那我稍後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這麼神奇 好 這件事情其實說穿的是超簡單的事情 耽誤大家五分鐘一下 這個東西寫下來之後 其實事實上就是 C的環場之 log 這個東西其實事實上 就是dlogfz 對不對 因為你把dlogfz微分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 那dlogfz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是什麼 就是logfz 然後帶這個 contour 比如說有一點是零負 有一點是零正 可是logfz其實就是 modulus real part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arc 所以事實上 這個出來之後 其實就是等於 i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arc f ok 所以你這一整個弄完之後 事實上 它其實在問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整個f 事實上最後 出來之後 它的角度是要多少角度 所以如果是0的話 它就繞2π 如果是2接0 這就繞4π 如果是paul的話 它反過來 它是繞-2π 好 那這是為什麼 就是最後只要是在 夠遙遠的地方 你最後繞出來的 ok 你最後繞出來的 就只跟裡面包到的東西有關 所以它像有一點 pretty beautiful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你contour 取在這個最外面 你包到的就是什麼 1個2π 如果你contour 只包到這一點 你取到的就是 2個2π 如果你contour 只包到這一個的話 就取-1個2π 因為你只包到這一個 所以dependent上你有幾個 然後你怎麼包 你最後的項角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負變函數 像這一點簡單的 paul負變函數的項角 它的怎麼分佈 事實上 就跟你們的磁力線電力線 其實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There is something is concerned ok 也就是項角不會莫名其妙消失 這樣 就是這樣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堂課就叫到這邊 那我們這學期的最後一堂課呢 搞不好不會考 所以你要不來也可以 所以我們下一堂課是禮拜二嘛 也是這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然後我們下禮拜四要 對不起 下禮拜一 就下禮拜一是最後一堂課 那下禮拜一最後一堂課 我會跟大家講一個 就是 你的contour 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contour都沒有輾到singality 那我們下一堂課就是要講 如果你輾到singality的話 怎麼辦 怎麼辦 ok 那我們有三種不同的辦法 一種辦法就是物理學家的辦法 在裡面就是2pi residue 在外面就是0 那物理學家就輾到就怎樣 加起來除以2 所以輾到一個就是pi i 再乘上 residue 所以這是最物理學家的辦法 你們數學老師絕不這樣教的 那第二個爆發 稍稍高招一點點 是數學家的辦法 數學家的辦法 這個辦法是什麼 碰到singality 就不要算 就跳過去 就是lip 所以 那有個非常 那因為這樣聽起來很lip 所以需要把它叫做principle value 這樣 ok 然後最後一個辦法 是最神奇的 就是物理學家的堅持這樣 就是你不想要0加2pi 因為有時候碰到鬼 那這時候你就要學 愚公移山的精神這樣 就是contour 我就是要這樣走過去這樣 就install 把山繞過去對不對 愚公決定怎樣 把山搬走 所以在這邊也有另外一個非常特殊的辦法 就是你維持contour 然後把singality搬走 那你最後出來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turns out 那個就是因果律最重要的一個特性這樣 所以我們下一堂課 我希望或多或少可以交到一些這樣 and it's probably two of the bands so it might not appear in the final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小卡 謝謝大家 姑姑娘 我不會找在這兒 善你就貘賀 我下次馬上去說